我觉得其实我们一个把焦点放一个很小的地方 再放大的地方 很小的地方当然就是亚素钢铁厂 亚素钢铁厂其实现在呢 被整个围攻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星期了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亚素钢铁厂确实是一手难攻 它现在唯一的弱点其实就是 你再怎么样子储藏大量的弹药库 或者是大量的食物 其实量是不够的 所以那么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上个礼拜五 突然呢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然后他就跟这个国防部长 两个人这样面对面小小的一个桌子 然后呢就讲这个亚素钢铁厂的情况 然后他当场普京就当场宣布说 为而不攻 你觉得那个时候呢 不管是车臣的领导人 或者是顿利斯克的民兵 他们其实都说 他们其实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然后他们要在几天之内呢 然后就采取各式各样的这种攻打的方式 要把亚素钢铁厂整个移平 那这个话呢还没有说完 这边普京下令说 为而不攻 到底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值得观察的 因为亚素钢铁厂 它特别的地方在于 这地方有亚素营嘛 在大概是一个多一个月前左右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乌克兰大概派了五架直升机 然后要到就是冒死希望能够进入到 马里乌波尔要去接重要人士离开 那当时呢被俄罗斯呢 这个击毁了一架 然后呢又有两架呢 然后击落了之后 他们俘虏了其中的一些人 所以在战争 其实马里乌波尔已经几乎被俄罗斯 完完全全的掌控 除了亚素钢铁厂 这时候还要冒死进去 而且不是只有直升机 有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船运的方式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说 是不是里面有大鱼 有大咖 就是他不是乌克兰的军队而已 他可能有乌克兰以外的军队 可能是北越的一些人士 那所以到底这个普京 他要为而不公 这个背后的意涵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可是呢 你后面会放大到的是 影响到如果要谈判的时候 拿谁做人质来谈 跟谁谈 我认为普京现在并不想跟乌克兰谈 他要谈的恐怕是美国 但是呢 你把它放大了来看的话 普京现在的战争的作为来看的话 一个是在北面的克尔松附近 包括一九母一路的往南 那么另外有一个战场 要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的中央军区副指挥官 米涅凯夫他在周末的时候说 这个俄罗斯的目标对准的是要能够 打到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 请一下摩尔多瓦 其实并不是乌克兰 它是一个国家 它在乌克兰的 这一个西南方的一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的德涅斯特河沿岸 有很多的就是分离分子 想要这个跟俄罗斯在一起 而并不要脱离摩尔多瓦 这一番话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乌南地区 如果要打到德涅斯特河的话 那他必须要打下奥德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上面 其实整个的这个顿巴斯之战 其实有停滞的现象 但是包括了亚素钢铁厂里头 到底有哪一些人 还有就是在整个的乌南地区的战事 会如何的发展 就是说这个亚素 亚素钢铁厂 它有十一平方公里大了 它跟台北市大安区那么大 一九三零年就成立很老旧 所以它的污染 是乌克兰最严重的污染的工业 那它下面有八成了 这个到处相通 那要打 就是它现在就把它围起来 围起来等于作废了 围起来就作废 它为什么要拿下来 它拿下来才能够宣称说 马力波尔被我占据了 那没有全部拿到之前 你不能说我占领这个地方 还有一块地方没占领 所以它的重要性 可能在这个地方 那它现在年产出缸 五百三十万吨 五百三十万吨 是什么样状况 中刚刚成立的时候 号称百万吨的 一贯作业大连港厂 中刚在小港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所以号称百万吨 当然现在慢慢增产 那所以我想它 大概实质跟象征 有它一定的意义 那另外呢 这个普丁去参加 弥撒职业的这个 这个礼拜的时候呢 他只讲了一句话 跟了惠仲一起讲 就牧师会问 牧师会说 耶稣基督复活了 那下面惠仲要说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 那普丁讲这句话 其他都没讲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